秘書長針對這個中國的這個影音平台 我們現在看到世界各國呢 已經紛紛對於這個像抖音 TikTok還有這個小紅書呢 都提出了這個禁令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數位部呢 在12月5號的時候呢 也禁止我們的工部門呢 來使用這相關的這個軟體 那我想請問秘書長 我們所謂的工部門 除了我們行政院各部會之外 那其他的四大院呢 像考試院監察院司法院 還有我們立法院有沒有被禁止 這部分請問秘書長 是有關中國的這個影音平台 確實是我們看到他對我們台灣 有很多的這個相關的攻擊 或者是批評 甚至是很多這個不實的訊息 的這個情況 那現在除了對行政機關 行政院所屬的相關的部會 我們要求工部門禁止使用 這些影音平台之外 那目前本院裡面已經由羅政務委員 邀集相關的部會 做跨部會的一些對策的因應 那我想在院以外的像立法院 考試院等 我們也會來協調他們 比照行政院的方式來辦理 秘書長我想請教我們12月5號的時候 就公佈了說我們不能夠使用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行政院各部會 公佈到現在 其實就12月5號開始就禁止了嘛 對不對 其實他們如果是說 使用這個部會裡面的電腦 其實也沒有辦法去流染 像抖音啦小紅書之類的 可是像立法院的話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 比如說我們好像一國好幾制的感覺 因為立法院你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啊 你還是可以去瀏覽 像微博啊抖音小紅書 像這些畫面 我們都是從立法院的這個網站裡面 下載下來的 那我們其他的這個四大院 什麼時候呢才會下令說 都禁止使用 什麼時候 是 我們會來持續跟這幾個院來溝通 好那要求比照行政院的 好建議也要求比照行政院的做法來 所以一開始我們說要下令的時候 要禁止使用的時候 其實就只有禁止行政院 其他的四大院 你怎麼沒有到一開始就涵蓋進來呢 呃我想每個院有院的一個權責 好那我們所所管轄的這個範圍 所以難怪嘛 所以難怪我們會被抨擊說其實這樣治安這個 我們真的只做了半套而已 嗯嗯嗯 是 我們12月5號就公布到現在了 就其他四大院都還是可以使用 是 所以這部分應該需要檢討喔 那除了說我們公布我們的電腦 呃可以禁之外 那可是像公務手機 公務手機還是沒辦法 嗯嗯 公務手機都還是可以使用 他可以隨意隨意都可以使用可以上上這個臉書 上這個抖音 所以一樣有有要求啦 這公務手機 我想也請羅政委幫忙 他也來協助做這個回覆 包含那個禁止的範圍 是包括公務手機的 有包含 可是我們在 因為我有看到一些報導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有禁止公務手機不能使用 可是好像目前沒有任何一個 呃人體可以去 制止嘛 我們好像就是一年我們有兩次的查核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 去制止 甚至用呃宣導的方式來 制止嘛 如果被查到的話 我們有罰則嗎 是是用查核的方式 如委員所講 那這個機制在這一次大家關切抖音的議題之後 院長也指示我要再做整個重整 包括剛剛委員所關切的其他的院 他們的處理的情形 也要整體了解 還有做法上面 擔用禁止可能效果不夠啦 就像我如果只是定期查檢的話 那效果怎麼樣 平常怎麼樣 所以要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比如說在公共的區域網路的範圍內 做一些技術上的處理 讓他沒辦法接觸 這個是在我們現在後面的專案小組會去討論的 當然也包括法制化有沒有機會像印度或是其他國家就這種抖音這種危害這個國家安全的這種APP如何處理 那因為他涉及的層面比較廣 確實要比較多的討論 因為他也涉及到國安的事項 那公務員在這個要求底下如果違反的話就按照公務員相關的規定懲處 所以我們還是有懲處的機制就對了 因為我之前像前幾天我有跟警政署曾經做了有關這個我們公務手機 警政署的公務手機這個帳號被報的這個問題 結果那是我們那位科長我們台北市警察局的某位科長 他就是就點了一個不明的網站 像這個應該也要受到懲處吧是不是 有一個不明的網站然後再存公務手機的這個帳號被報 像這個的話我們如何處置 像這種在治安上面都不斷有教育訓練 那尤其公務手機的使用乃至說公務員對自己個人手機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很可能被害 那如果是違反相關治安規定的話 通常如果嚴重會有懲處規定 或是要再教育就要去上課 OK 那當然我們後面還要做了很多 因為治安其實就是國安 我們來看一下 那像我們來看看110年 這是立法院預算中心所提供的這個資料 我們110年政府機關的治安事件發生了 其實我們跟過去兩年來比 增加了很多 我們從108年的674件一直到110年 增加到733件 其實都是很高的 因為是政府機關發生這個治安的問題 那其中就是以非法入侵佔了最大宗 好非法入侵佔了 那如何要去阻隔 我想這是我們的這個數位部 我們的行政院要來花一點心思的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最近有看了一個報導 也就是說 那是來自於明報的一個報導 他就是說我們的台灣2300萬台灣人的這個資料 其實呢都被拿到網上去賣 這個部分有去查證嗎 這部分有查證嗎 這部分內政部已經都要說明了 他們的網站並沒有被害的情形 那這是不是如報導所講 現在檢調已經在調查 已經在調查 尊重檢調調查 所以我有看到10月29號 我們內政部 他有提出了一個澄清 那這個澄清出來的這個結果 就說我們沒有被害 我們的護證 護證的這個資料沒有被害 這可能是從一些企業團體啦 或是百貨公司啦 或者是上網購物 他們拿到的一些資料 可是因為這個聲明一出來之後 有一個匿名叫做巴的人士 在11月6號的時候呢 就找到明報的這個記者 他就很 他就抨擊政府 面對護證資料外洩的這個態度呢 是非常的這個消極 而其實 除了這個 我們現在所看到 都是宜蘭的這個 戶籍資料外洩之外 其實是2300萬台灣人民的戶籍 其實呢 都被 販售當中 好 那比如說 其實除了手掌之外 那再來呢 還有一些藝人企業大佬的資料 很輕易就可以拿得到 那還有呢 他這個上面呢 有提到就是說 OK你想找任何人 或任何人的這個家人 你都可以找得到 那還包含了什麼呢 他的福利的這個狀況 Military service 你就可以拿得到 那還有呢 他的學歷 那還有他的戶籍 你想要 我都可以賣給你 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 一個事件耶 可是呢 內政部10月29號 說出來的這個聲明 其實是非常的輕描淡寫 可是呢 就有很多人就覺得很不滿 他說政府真的很不積極 我們就說不是啊 我們這戶政資料 就 戶政資訊系統 沒有被破壞啊 我想這個部分 就如 羅政委剛剛提到的 已經檢調 在積極的查辦當中 那另外 所以行政院也針對 資安的防護 特別在數位部 成立資安署 那麼提升這個 資安防護的等級 跟人力還有量能 我想這個部分 會逐步的把它健全起來 所以我是覺得說 OK 將陸續續這樣爆出來 這些資安問題 我真的 我們覺得我們台灣 不得不正視 不得不正視 如果說2300萬 台灣人民的這個資料 都可以輕易的取得 我們說我們非常 我們非常重視個資 我們非常重視個資的一個國家 可是呢 我們居然說 我們台灣人的這個 居然個資就可以再往上來 這個販售 對於一個重視個資的國家來講 是非常諷刺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還是有請我們行政院這邊來 加緊來 上緊發條 OK 以上 謝謝 這個指教 這部分我要呼籲國人 這個個資買賣是違法行為 檢調已經進入調查 會把這個源頭把它查清楚 OK好 以上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請 張黃路